我們國民黨再差 絕對沒有民眾黨差 因為我們絕對不會去說 把布 把布 我覺得黃國昌 你又什麼不滿 你就留到8月6號那天剛好開直播 把把布說出來 我相信直播兩人會衝到幾萬 對不對 你只要敢在法律上說把布 對嘛 把布 把布 但這樣話我小禮要講什麼 吳仲信要講什麼 這黃國昌一個人的舞台 怎麼可以呢 我先說一下 我真的很希望 現在突然很期待 民眾把兩年條款把它取消掉 因為我覺得黃國昌這樣的人 就留在立委 你可以想像 如果他真的出來選 現實上 他站在市長被議員質詢的時候 一言不合說 不好意思喔 我是我的專業 不然我們約一天出來 訂閣去好嗎 對不對 但是訂閣 動不動約人出來辯論 你有看過一個市長格局 動不動就約人出來辯論 沒有嘛 所以就黃國昌當好他的 你現在覺得黃國昌 不會去選新北市長 因為這天不是還有新新國昌 我覺得他們選哪都無所謂 但是如果不小心被選上 你可以期待一個市長 對議員說 我們原來辯論 應該沒有這種吧 也不然說 不然是可以插隊嗎 不然是可以插隊嗎 你就從現在跟他約辯論 你說黃國昌 你不敢跟我辯論 你就不要來新北市選舉 國民黨第一人就是呂家凱了 我跟他在上廁所遇到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我拉回來說 不過黃國昌昨天還用到了 把布這兩個字 我第一次聽到把布是可以這樣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不同意見書才是很正常的在含涉法律要件 不是像那個連主筆大法官是誰都不敢寫的多數意見 就Z大於B 結束了 沒有什麼好說的 Z大於B 那個Z是什麼 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 你聽到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感覺好像很偉大 結果發現所謂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是 行政官員在國會裡面說謊要被處罰這件事情 會破壞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 會破壞權力分立 你到底在講什麼把布啊 哇 他嗆大法官在講什麼把布啊 哇塞 黃國昌昨天在講什麼把布啦 真的是把布耶 你看他剛剛講我就就他的話來講 第一個他說 這個大法官講話的時間比他們多 哈囉 你有沒有搞錯大法官都是在問耶 不是在跟你辯論 他是坐在庭上 你們有兩兆好不好 就像我今天穿排球的衣服 排球一邊一對 我裁判在這邊 然後我說你球沒有出去 你還跟我argue 問他說啊可是有啊幫看一下 大法官是詢問你不是跟你辯論 你現在把自己膨脹到你要跟大法官辯論 這個在騙什麼 騙他們那些小草啦 騙那些小草搞不懂的程度差的 第二個騙什麼 你看翁曉玲跟那個那個 胡宗憲跟那個黃國昌 他們只有在鏡頭前面 還有在國民黨 民眾黨的同僚旁邊 他們的態度是驕傲的 在大法官面前為什麼態度不驕傲 不是因為大法官很大 所以他們知道這邊都是法學素驗 你沒有比人更厲害啦 說實在 別說你比較閃慢 你沒有比人更厲害 那就好像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就好比說 我們那個體育選手身材不是很高 但是對面走在平常同學旁邊 怎樣 這邊我最高怎樣 對面走來一群像我們這種排球隊的 他們就頭就滴滴 為什麼會排球更高嘛 吳宗憲 黃國昌 他們就是這種態度 你看在國民黨在小草那些 卡提諾法學院的面前就很厲害 偶偶講一堆 到了大法官那邊就 嗯嗯嗯啊 你不是要講給你講啊 時間講啊 他說是不是 那我們回去 這個 補書面 這都是你要的 給你時間講 給了你又不講 講了你又不聽 不就是這樣子嗎 給你時間講 你不會講 回去書面寫得漏漏 能夠賣光 那這個大家都看得懂 他就是在引導小草 為什麼引導小草 致死至終 吳宗憲 黃國昌 翁曉玲都知道 他們就是違憲的 但昨天還不錯耶 還有6500人看直播耶 但平常兩三萬人 他們都知道是違憲的嘛 有啦 好不容易現在 因為最近沒有什麼特別新聞 就要等到明天的那個 那個高鴻安嘛 我覺得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裡面 我就要澄清 他講 他是講說 你看 那個不同 像那個因為那個誰啊 那個張瓊文跟那個 蔡忠貞 他們有提不同意見書 不同意見書 所以他說 你看人家不同意見書 都還有劇名 你竹筆為什麼不劇名 因為裁定本來就不用劇名 第一個 第二個 不同意見書從來 從四字第一號到現在 都是講都有不同意見書 對 而這兩個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 不是認為這個沒有違憲之餘喔 他們是認為說這件事情有違憲之餘 但是好像還有救濟的方式 所以不一定要 他是針對那個罰則的部分 對 所以呢 不要被黃國昌呼嚨 那黃國昌為什麼能夠呼嚨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小草 這個程度很差嘛 國民黨程度差 我知道 小草程度你也跟著差 差到不行 起訴書 不是起訴書 黃國昌的答辯書不去看 然後四個行政 憲政機關的這個申請書不去看 然後大法官的這個 裁定出來的理由不去看 那你們到底幹嘛 整天都被黃國昌帶著跑 一下往東一下往西 一下往東一下往西 台灣的憲政制度 會被你們這幾個搞得很亂 好 所以請問家凱 是不是國民黨真的程度很差呢 因為小立援不是講說 民眾黨策略施策了 變成小藍了 黃國昌就說 你多多去看法案啦 連小立援都嗆喔 藍綠都追隨我們 哇 你們現在被黃國昌阿羅帝了耶 我們國民黨再差 絕對沒有民眾黨差 因為我們絕對不會去說 把布把布啦 我覺得黃國昌你又什麼不滿 你就留到8月6號那天剛好開直播 把把布說出來嘛 我相信直播兩人會衝到幾萬嘛 對不對 你只要敢在法律上說把布 把布 對嘛 把布 不是 那這樣話 我小禮要講什麼 吳仲信要講什麼 這黃國昌一個人的舞台啦 怎麼可以呢 我先說一下 對黃國昌這個人的平衡 我真的很希望 現在突然很期待 民眾打把兩年條款把它取消掉 因為我覺得黃國昌這樣的人 就留在立委 你可以想像 如果他真的出來選 現實上他在市長 只是被議員質詢的時候 議員不合說不好意思喔 我是我的專業 不然我們約一天出來訂閣去好嗎 對不對 就是訂閣 動不動約人出來辯論 你有看過一個市長格局 動不動就約人出來辯論嗎 沒有嘛 所以就黃國昌當好他的 你現在是覺得黃國昌不會去選新北市長 因為這天不是還有新西方嗎 我覺得他們選哪都無所謂 但是如果不小心被選上 你可以期待一個市長對議員說 我們約來辯論啊 應該沒有這種吧 也不然說過兒子可以插隊嗎 過兒子可以插隊嗎 你就從現在跟他約辯論 你說黃國昌你不敢跟我辯論 你就不要來新北市選舉 國民黨第一人就是呂家愷了 我跟他在上廁所遇到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我拉回來說 這件事情只是暫時處分 剛剛明英姐說的很對吧 他只是裁定暫時處分 所以我覺得藍白也不要忘自匪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機會 現在只是進上Round 2 Round 1是藍綠那時候 藍綠白在立法院的所謂的大對決 不是你前面的分裂是不是 對 我沒有 沒有 看起來說 因為這有國民黨的資碼 我們國民黨是支持國會改革的誤法 我覺得呂家愷好可以 前面要罵一下黃國昌 你看他在那邊把不把的時候 我們國民黨吳宗憲公 我想在幹嘛 說不定在認真的研讀說 我們816號要怎麼去講 他沒有聲音 你誤會了 有 一定有在討論 所以現在我們不要挫折 現在只是暫時處分 到底有沒有違信 還沒有一個判決出來 所以現在等於說 到底針對大法官 他的裁定裡面的內容 到底有什麼 我們可以去精進修正改善 或是針對我們的答辯書等等的 我覺得都還是可以有努力的空間 他之所以做緊急處分 原因很簡單 就兩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是 有違憲之餘 沒有違憲之餘就過了 但沒有確定違憲 第二個要件就是說 而且你難以回復 所以 一定要先存在有違憲之餘 好啦 我們問一下蘇培好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 李佳凱的精神錯亂 我剛剛也是 我剛剛坐在他旁邊 我就說 你剛剛不是在罵 黃國昌 黃國昌就說藍白需要加油 那我就覺得 翁曉玲跟吳宗艷進俏俏 現在立法院8月6號代表 是不會換人的對不對 因為我聽說他們把律師換掉了 律師換的那個更愛講 葉慶人 對 葉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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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時候就葉慶師 加上黃國昌 兩個人就開始變 代表藍白 然後一個人就拔 另外一個人 拔 拔 拔 不是啊 那是翁曉玲他們的 他們的角色咧 蛤 他們的角色咧 翁曉玲就會很累啊 因為翁曉玲上一次 不是光那個 暫時組隊 他就 他就只睡 兩天睡很少啊 所以他可以好好睡一下 翁曉玲這幾天都在睡 所以不是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黃國昌要大法官辯論這件事情 其實也蠻荒唐的 你知道大法官的誓制到現在 累積到現在是813件 沒有任何人 申請大法官釋憲 大法官釋憲不如我意 我說大法官你怎麼出來 我要跟你辯論 沒有人這樣 前往古人後來著就對了 對 只有黃國昌 而黃國昌其實是 欸 我們以為他真的是 學法律的專家 但他現在的所有的處理 都是政治處理嘛 那如果要政治處理 要政治辯論的話 我告訴你 白大法官頭前的 有黃毅川 有林淑芬 還有沈柏陽 拜託你先找他們來辯論 你先找他們辯論啊 你如果連黃毅川都不敢 你找什麼大法官跟你辯論 大法官過去也沒有辯論過 你真的把大法官弄到你們家裡洗 所以不要在那邊開玩笑的 所以他昨天的那個直播 其實就是給小草看 而小草為什麼可以吸收 因為小草根本沒有法律常識 就是黃毅川說A 他們就A 黃毅川說B 他們就B 他們連 可能憲法法庭 大法官的釋憲文 他們都不會去找 甚至根本也不知道在哪裡的人 所以你對這一些人 傳輸一些錯誤的訊息 你也是在自爽而已啊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對全台灣人民來講 真正在把握的是你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 國民黨 你們真的要讓黃毅川 繼續給你們把握下去嗎 你們要讓 你們要讓這個把握的黃毅川 代表國民黨嗎 這你可以接受 我們有自己的論調 跟我們自己的戰法 我們住在一起 我們這裡的